上期节目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全民牙科保险计划的一些细节 特别是什么人可以申请这项牙科福利 什么时间申请 如何申请等等 我看大家对我们这个话题特别地感兴趣 那今天我们是一方面想感谢我们的分享 另一方面也根据观众朋友们提出很多的问题 希望吴医生能进一步给我们详细的解答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 我也很开心能够和大家继续交流 那首先很多人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次的牙科福利都有哪些服务 是基本的口腔护理呢 还是可以包括一些牙科方面的一些大型的手术 总体来说这次的牙科福利提供的服务还是比较全面的 简单来说包括这几个大类 首先是预防性服务 包括洗牙 抛光 窝钩封闭和孵化物等 还有诊断性服务包括检查和X光 还有修复服务包括补牙 还有牙髓治疗包括根管治疗 还有修复服务包括全口和活动意识修复 还有牙周服务就是治疗牙齿及周围相关的组织 及牙龈及牙巢骨的疾病 另外还有口腔外科的服务包括拔牙等等 最后要提醒一句牙科政绩美容等服务是不包括在内的 这么看来真的就是覆盖的是比较全面了 平时自己掏钱看牙的时候真的要花不少的钱 那大家都非常的关心 就是说现在有了牙科的这种福利 能百分之百报销吗 还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呢 这个问道关键点了呀 这次的牙科福利呢 它不是一个免费的牙科福利 是存在报销比例的 只有家庭年净收入低于七万加币的才会百分之百报销 不需要自己支付 家庭年收入在七万到七万九之间的自费费用是百分之四十 家庭年收入在八万至八万九之间的支付费用是百分之六十 也就是说其实家庭年收入低于九万是个基本的一个门槛 达到这么个门槛以后收入越低 自己掏的钱就越少 特别是刚刚你提到是七万块钱以下 基本上就可以百分之百报销了 是这样的道理对吧 是这个道理 那我看还有人问呢 自己之前是有牙科保险的 有的是部主帮助提众 还有就是说私人购买的 这种情况呢 和我们这次的牙医的牙科的福利 会不会有一些冲突呢 上次节目我们已经提到了 申请这次的牙科福利有四个前提条件 其中第一个就是不能有其他的牙科保险 否则就不能申请这项福利 那会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一些雇主会取消给员工提供牙科保险 让他们自己申请牙科福利保险呢 的确有这种可能性 这种情况呢 最后就会推高这个牙科福利计划的价格 联邦政府之前也说了 为了给大家提供牙科福利 五年时间就要花费差不多140亿加币 另外政府也强调 全民牙科保险计划 并不打算取缔现在的牙科保险 有的是雇主提供的 有的是私人计划提供的 政府牙科福利 仅仅是为了填补现有的牙科保险空白 补充现有的省和地区的牙科计划 非常好回答的问题 那最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关于这次的牙科福利 还有什么其他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些事项吗 那我来说几个大家可能容易忽视的问题吧 比如说我们拿到就诊卡之后 接下来就是和诊所预约看牙了 这个时候要注意 一定要确认牙科诊所 是不是已经加入了全民牙科保险计划 另外呢 这次的牙科福利啊 是不会报销在福利开始之前的看牙费 这个也要注意 最后呢 所有人申请都要注意一点 就是这个申请资格 是每年都需要重新评估的 非常好提醒我们大家了 非常感谢吴医生 那详细解答了大家 关于牙科福利的很多的疑问啊 相信听完吴医生的分享呢 大家对于联邦政府的这项新的福利呢 已经非常了解 希望接下来吴医生还能给我们 分享更多的牙科方面的知识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会 谢谢大家再会